俄罗斯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显示 俄政府终于向中国打开了投资的大门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与中方进行了第27次俄中政府首脑定期会晤 中俄双方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对华开放投资的重磅协议 俄方正是向中国企业和资本放开多个重要领域的投资限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方允许中资进入俄罗斯的关键行业 深入到产业链条的深度环节 与乌克兰战事爆发之前相比 这显然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决定 很显然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俄罗斯步步紧逼的大环境下 俄罗斯决定抛弃过去的顾虑 欢迎中方深入参与到俄罗斯的经济活动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战还在升级 除了对俄罗斯能源、贵金属、宝石、钢铁和化肥等产品的制裁 美国、西方七国集团、欧盟又在近日出台了 将俄罗斯原油限价为每桶60美元的严厉措施 虽然这一最新措施未必能够落实 但留给俄罗斯的国际经济活动空间确实在不断缩小 美国的算盘是 把俄罗斯孤立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 进而打击俄罗斯内部经济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急需喘一口气 找到短期和长期缓解国内外巨大压力的路径 而与中国加深合作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俄媒的报道披露了俄中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战略性投资组合包 由双方组成的官方投资合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 这包括了中方将直接参与投建俄罗斯的79个重大项目 涉及投资额超过1600亿美元 这一数据确定了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 确实是在走向前所未见的高度 毕竟俄罗斯去年的GDP也才1.7万亿美元 俄媒认为这一投资组合包协议 是中俄这次达成的一系列重磅协议中最值得关注的 俄罗斯政治技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马伦尼科夫对此评论道 这次俄中政府间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双方落实了更多的细节 有关为投资敞开大门的讨论 既是原则性的更是战略性的 据了解 米书斯京在会晤中明确提议 要在俄罗斯建立中国企业参与的多个行业的新体系 具体而言 俄罗斯政府将明确允许中国资本进入到矿产 基建 农业 加工业 信息产业 汽车工业和机械制造行业之中 俄乌冲突爆发以前 俄罗斯这次的转变非常重磅 它向中国的投资开放了多个关键领域 而且允许中资进入俄罗斯的多个关键行业和产业链条 基本上等于向中国资本的进入打开了国门 米书斯京解释说 这一政策对俄罗斯来说 比目前大量从中国进口商品更加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同时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考虑 中国制造业在俄罗斯境内的铺开 对于解决西方企业离开俄罗斯造成的困难至关重要 俄媒的评论说得更形象 那就是此举终于让深陷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能够喘一口气了 这一转变显然对中国也有利 它将使中国企业可以更多考虑在俄罗斯直接生产商品 比如避开向俄罗斯出口商品实惠面临西方制裁的问题 米书斯京强调了中俄经济关系的良好前景 他指出近期双边商品贸易的增长 两国货币贸易的增加 以及两国能源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他还确认双边投资合作有着良好的势头 米书斯京最后向中方提到 俄罗斯将负责在政府层面上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预计在各种政策上会给予广泛的支持 俄方对高科技行业 例如信息产业和航天领域的俄中合作项目表示了乐观 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认为 通过各种经济制裁 可以对俄罗斯强加自己的所谓规则 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俄罗斯 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 这几个月来 美国的这种立场 使得能源 供应链 通胀等一连串全球性危机叠加式爆发 让已经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世界各国备受打击 对全球合作挽救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注定了美国一位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